馬六 我們要來開箱囉 來 這個麻煩你 來馬六 好喔 我們今天要來換記憶體 我們等一下就一邊開箱 一邊換 一邊聊聊 記憶體到底是幹嘛用的 我們這一次要換的是 XPG的D60G 這個XPG是威剛他旗下的電競品牌 所以他的這一系列記憶體 就是專門設計給打遊戲用的 就國外玩家的評測來看 他不論是效能還是CC值 都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一般來說電腦大概 只要有8G的記憶體 就可以跑大部分的程式了 不過有一些遊戲比較吃效能 所以你可能要加到16G 才會跑得比較順 如果不確定夠不夠的話 你可以按下Ctrl or Delete 進入工作管理員 看一下你記憶體的這個項目 如果有到890甚至100% 而且會有卡頓的狀況 那就建議再加一條RAM吧 好我們開始吧 這台就是我的電腦 在換零件的時候 電腦一定要關起來 因為我們這種電玩實況主 在開台的時候 除了玩的遊戲以外 我們還會開OBS 也就是實況軟體 然後有時候還會開著一個後台 來看數據 然後有時候還要邊打邊錄 所以我們對RAM的需求 其實還挺高的 我們先把舊的記憶體拆下來 很多電腦的新手 會把記憶體跟硬碟兩個搞混 其實記憶體它沒有辦法存放你的檔案 每一次重開機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就會被清掉 接著我們來看看 一般的記憶體跟電競記憶體差在哪裡 除了用料往往比較好以外 最主要的差別會差在散熱跟RGB RGB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可是就是吵啊 OK 我們來裝新的記憶體吧 就算是電腦新手 也可以很輕鬆簡單的把記憶體裝上去 因為記憶體上面都有防呆 如果你裝反了 或是裝錯了 就會裝不上去 不過也是有聽過三寶硬上 大力出奇蹟的悲劇 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啊 現在買電腦 記憶體主要的規格通常都是DDR4 在後面可能還會有一組數字 那一個就是時脈 也就是你的記憶體的速度 像我現在裝XPG的這一個 他的時脈就是3600MHz 比較舊的大概就是2133或24002666 OK 裝好啦 不過剛剛說的頻率啊 雖然看起來數字好像是差很多 但是每一個集序之間 他們的效能 用跑分軟體來測 大概也只差個1%2%而已 好 亮了 可以了 哇 燒 哈哈哈哈 這是我看過 發光面積最大 最漂亮的記憶體 沒有一間其他的記憶體 有他這麼炫炮 有了 成功 打開 管機 內容 OK 32G 沒問題了啦 32G 可以 成功 好 最後提醒一下 各位如果要升級記憶體之前 最好去查一下你的主機板 有沒有支援到你記憶體的時脈 雖然要是超過的話 還是可以用啦 你的電腦會自動降頻 不過呢 像XPG這種好的記憶體 他除了騷包漂亮以外 他最大的價值其實在於 他可以超頻 不論是自動超頻的方便性 還是手動超頻的極限 都不是普通記憶體比得上的 非常適合追求效能的玩家 那我們今天的Vlog就錄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 還麻煩你按個訂閱 我是黑貓 大家晚安 掰掰